兄弟们,我是东京潮流情报员,每周例行探店,带来第一首东京潮流资讯。 前几天,突然打开了这样一条印子,西山车主里的Descendant品牌将于8月27日关停唯一的一家实体店,并不再发行纸质行路。 回想起当年店门口排着长队的情景,不禁让人感叹,难道说DCDT这牌子真的凉了吗? 真像一些公众号说的,西山车的时代终结了吗? Descendant品牌创立于2014年,西山车故意把它跟Double Types的军事风,可以说是旗帜鲜明的错开,以亲子风格的简约美式休闲为主。 开在中木黑的这一家唯一的店铺,也跟品牌风格一样,简单清新。 品牌标志性的单品,就要说是各种各样oversize的T恤,大量使用水洗、腊染等做旧工艺,甲两件的设计在当年也是宏极一时的。 复古的格子元素也很常见,不难发现,Double Types和Descendant从版型到工艺到大胆的荧光用色等,对国潮品牌Madness的风格有一定的影响,进而也更快速地把标准的日潮City Boy风格带入到了国内。 我趁着八月的结尾,最后来这个品牌进行一次纪念性的探店吧。 简约的店铺里,陈列的大都是五彩的夏季的短袖T,面料非常轻薄,扎染配色也是DCDT的经典了。 DCDT的版型呢,大都是走极简的路线,这件抛露衫就很明显,这只翻部的小小包也很简约,只是这个袋子的长度要怎么提呢? 这一侧的架子上,也是经典款的印花T,还有棒球T,面料一样也是非常轻薄的,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工艺。 极简设计的短裤,如果没有下边小鲸鱼的logo,单看这件单品,很难看出有独特之处。 这件经典的内胆军服版型,相信喜欢DCDT的兄弟也很熟悉了,跟T恤一样,旁边的衬衫也只剩下非常小的尺码了。 这个牌子因为大家都喜欢oversize的搭配方案,所以大尺码很容易就卖断货。 今天我也就没办法给大家试穿上身了,这儿倒是难得有一件花格子衬衫,尺码不小,不过这个图案我有点驾驭不了啊,窗口的柜子陈列的也是大家熟悉的工装衬衫了,暗律格子布的五片帽,也是经典款。 恰巧在今天我剪视频时,发现DCDT发布了二一秋冬最新的行路,看一下最新的单品,不得不说,嗯,还是那个熟悉的配方,熟悉的味道啊。 浓浓的City Boy风格,西山车单品加上长谷川招熊的搭配方案,两人的审美可以说是仍然处在非常好的状态。 说西山时代终结的,肯定是有点言过其实了,但是问题也是有的,近几年DCDT的新款,总是给人感觉似曾相识,少有突破,而且相对这个牌子的价位,如果能在面料和工艺上再有一些新的处理细节,就让人感觉更值一些。 还有一点是说下我的购买建议,可能有很多人觉得DCDT相对简约的版型比较好驾驭,实际上是恰恰相反的,如果是刚开始接触日潮,那么你很明显就穿得普普通通,给人感觉只是衣服买大了一号,没办法像Double Types本身就有很浓烈的风格,一上升就让人感觉到你是一个潮男,所以这个牌子需要有一些搭配的功底后,再入手比较合适,属于进阶玩家的品牌。 今天先聊这么多,下期我会做一次近期购物开箱分享,看看21年的Summer Sale,我在东京都入手了哪些超值单品呢?记得关注哦!